Hello everyone, my name is Kevin I'm going to show myself watching Kung Fu Panda 1 我要和大家分享我上披薩課的心得 我們欣賞的影片是功夫熊貓 我認為功夫熊貓的老爸 他是錯誤的 因為這樣他就不知道原來現在的老爸 並不是真正的 我認為他在他爸爸的面邊 並不開心 因為每天只能在麵店做同樣的事 我覺得我們班的人很像電影中的 黃腐熊貓 因為同樣都很好吃 我覺得這個電影可以分成四段 第一,他的夢想 第二,村裡出現了殘暴 第三,他打敗了殘暴 第四,他得到了師父和村民的夢想 主角,光夫熊貓 光夫熊貓的老爸 漢椒虎,林鶴 敲腳猴 我學到了做人一定要堅持到底,不要放棄 但是也不要忘了 大家要給我 要按讚喔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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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